你真的覺得西方女生 跟東方女生有不一樣嗎 東方女生比較有女人味 西方女生比較少 其實現在比較明顯 因為其實從女生在加拿大 美國 比歐洲嚴重 她們小的 英國也是 她們小的時候 就開始很嚴重的那個 就是說女生跟男生有平衡的 所以就會有一點男生已經長大 就會覺得女生很煩 什麼東西都要平衡 沒有那個女人的感覺 女生不需要被保護對不對 其實我姐姐是最好的例子 我去拜後公司在她旁邊 我們一要進去的時候 我幫她打開門 就開始罵我 你覺得我不會開門嗎 我是一個女生 你可以開門 我也可以開門 就開始罵我 是嗎 對 是 然後我就開門 如果男生對我們這樣做 我們會覺得好惡性 對啊 那對我們來講是大加分 別人大嘛 很多人在 然後一直 好… 下一次跟她去拜後公司 我不敢開門 我不開門 她就聽一下說 妳是什麼男人 要當一個紳士 所以就是妳沒辦法贏 對啊 妳做什麼都會沒有 我覺得她們可能個性比較男生 然後比較強勢 那東方女生會比較溫柔一點 但是又保有自己 因為其實東方女生也滿獨立的 像我覺得現在的女生 其實都還滿獨立的 但是在相處下來又很溫柔 所以我覺得外國人會喜歡 這樣子的女生 其實我們喜歡女常人 可是我們也喜歡很溫柔 你們很難搞耶 沒有 其實我覺得大部分的台灣女生 都是這樣子現在 都是女常人 對 可是都是有她們女人的那邊 所以我們實在太優秀了 沒有 妳知道嗎 夏克力 現在不只外國人喜歡這樣的女生 台灣女生這個樣子 台灣男人也喜歡台灣女人這麼強 但是又溫柔 真的啊 她們喜歡女常人 可是我們剛剛講 那麼多異國戀對不對 其實我現在講一個 這個是在日本 我們拉遠一點 日本的R&B的天后 宇多田 她最近不是有一個新聞出來了嗎 她不是要結婚還是要幹嘛 對 她宣布要結婚 而且呢 等一下…她不是跟一個 跟一個畫家還是什麼在一起嗎 不… 那個已經是去年的事情了 所以她 每年變化 對 所以她在一兩個月前 突然宣布就是說 我要結婚了 我在今年2014年5月23號 我要結婚了 在義大利一個非常非常浪漫的 教堂裡面舉辦婚禮 那這個男的是誰呢 是一個義大利男子 才23歲 小 整整小 她8歲 又姐姐來的 弟弟來的 妳知道嗎 然後呢 這個男生是個酒寶 然後大家就說 怎麼這麼閃電 而且這個男的 該不會是來騙婚的吧 天后要嫁給酒寶 對 就該不會是騙子吧 可是呢 天后呢 非常的享受 她覺得說 沒有啊 她就覺得 對 而且我已經見過她父母了 那我們速度非常的非常的快 好 那這個婚事傳開了之後 大家就覺得說 天后現在是不是都喜歡吃西餐 因為前陣子才沒多久 不是有那個冰淇淑嗎 冰淇淑 她也是一個 吃西餐的 對 她也是吃西餐的 余多田怎麼 就是也改變胃口了 如果我們回溯到2002年好了 余多田呢 其實她結婚了 在2002年9月的時候 她第一任丈夫呢 當然是個日本人 可是因為她那時候 應該是講說 也是家裡背景的關係 從小父母離異 她極度需要父愛 她需要人家關心 所以她選了一個足足大塌 15歲的攝影師 他們就結婚了 可是那是一個日本人 好 結婚了那兩個也 還OK 還不錯 可是後來也不知道為什麼 五年之後 離婚了 突然就宣布 我們個性不合 志偉剛剛提到的 101重的官方都把它出來了 我們個性不合 離了 好 離了之後呢 一直到剛剛這個倩妮有提到了 不對啊 不是周潤結婚 人家是個畫家嗎 沒錯 對啊 其實去年 沒有 妳講的沒有錯 其實在去年的時候 曾經一度傳出來就是說 我們天后要結婚了 對方是一個畫家 而且他們認識了好多年了 從2009年認識到現在 這個畫家大他八歲 然後就是把這個宇多田 從那時候的失婚 他那時候不是得了卵巢癌嗎 就是腫瘤 長腫瘤 都是這個畫家 把他從黑暗裡面迎向光明 這個迎向光明之後 怎麼不是想說要結婚 怎麼突然間新郎不是他 才幾個月新郎不是他 去年也要嫁 嫁別人 今年又再嫁 又再嫁義大利人 道說妳是劈腿啊 可是這個中間 當然有這樣子的一個傳聞跟說法 可是後來呢 大家當然記者 怎麼可能放過這麼大天后的消息 他去挖的結果是什麼 這個畫家我受不了了 受不了什麼 妳知道嗎 從宇多田離婚 他在2002年結婚 2007年離婚 一直到他跟這個畫家 在一起這段時間 你知道他賺多少錢嗎 15億 15億喔 應該是台幣 對 15億 然後呢 這個畫家居然覺得 我壓力太大了 因為所有人都說 我是天后的男人 當然我是他的老公 怎麼會變成我是他的附屬品 所以男人的那種自尊心 受損的感覺出來了 他應該來跟那個景榮請教一下 跟很多人都可以請教一下 對不對 沒有 就看怎麼樣 可以取得雙方的那個平衡 可是這個畫家 他覺得我受不了了 就因為這個樣子 他就宣告分手了 而且是在宇多田說 我們要結婚 打算結婚囉 然後我們去看過對方的父母 之後沒多久 居然因為這個結打不開 一閃 一轉身 天后覺得 我去換個餐好了 我不要吃日本菜了 我就吃西餐 就造成他今年要結婚了 但是大家都覺得好冒險 天后會不會太衝動 比他大15歲的前夫 到比他大8歲的畫家 到現在比他小5歲的弟弟 而且變成義大利人了 這個落差好大 越吃越 剛剛講宇多田是跟義大利人 然後夏克力是加拿大人 你老公是美國人 老師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會跟哪一些國家的人在一起 第一個部分 大家可以看A的這個選項 它是一個氣球跟毛 畫在一個餅乾上面 這是可以吃的 這是一個餅乾 對 這是一個餅乾的 那我們來再看一下 二號的那個B的部分 它是一個車輪 跟一個指示的一個標誌 這是車輪 然後一個往上的箭頭 對 一個指示的標誌 是二號塔羅牌 那三號塔羅牌 它是一個高跟鞋 它是一正一反的高跟鞋 然後C的部分 D的部分 是一個吃過的蘋果的果盒 多怪啊 對 幹嘛好像吃人家剩的 不是 我覺得 B的那個圖很怪 對 長的樣子很怪 哪裡怪 哪裡怪 叫夏克力跟你講 是怪怪的 真的是 所以我們就是憑直覺來做選擇 好 直覺對不對 因為這是一個可以吃的餅乾 所以我們就想說 你今年到底會發展什麼樣的練習 而且會跟哪一個人交往 就是來選A B C D 好 這次倒回來 迪志偉先 我應該是選A啦 A C好了 C C 為什麼他們兩個都一樣 我選C啊 C 三個C了 我選D 那個蘋果盒 蘋果盒 蘋果盒 我也選D 麥大哥跟倩林都是那個D 那有人選B嗎 沒有 可能被我剛剛一講沒有人敢選 好 展開 好